寫法,剛剛所以特別注意,這兩段 城市雲端上有啦,那盡量主要就是克服這個地方的理解 剛開始也許你還是沒辦法 了解其實蠻正常,因為我發現之前好幾個同學跟我講說 他剛開始真的卡很久 然後到了好像已經 尾巴就是好幾周之後他突然說,老師我終於懂了 OK,他就沒有問題了 也許你現在一下還是塞住沒關係 可能 等一段時間之後慢慢就理解 我覺得有時候還是要一些時間去消化啦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啦,只是說對你們來說 也許是又另外一個新的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我今天喔,我剛剛講,如果我今天輸出我不要是看到的是這樣的解 而是希望看到就是一個電話號碼 的話該怎麼做 那理論上喔,這個概念其實跟 剛剛的寫法有點像 所以喔 我們可以這樣子啊 直接拿這一段程式來修改 比較快 那改的方法我剛剛講過跟這個清楚很像 你直接把sub跟這個and sub 直接 我的習慣是直接拖拉加Ctrl鍵 所以喔,你可以在這邊把這一段 拖拉加Ctrl鍵 其實就Ctrl-C,這拖應該還蠻有效率的 OK,你就不用Ctrl-C 然後把這個sub名稱,就是把那個底線加公式拿掉 名稱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那只是說呢,我們再來 就必須把什麼 把這個底下的這個 層次稍微做個修改 我把它Enter一下 把它拉上來 上來一點點好了 讓它 比較可以看得到 OK,到這裡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要怎麼輸出 其實概念跟前面那個 Shib加end 跟之前在那個Excel裡面輸入公式有那麼一點點像 你就是 要丟公式到這邊裡面 對不對 因為我們實際上是處理完之後的結果 所以處理完了之後,我們應該開頭什麼 開頭是09,所以你就是雙引號09 有點像是之前那個什麼 在那個Excel裡面打這一串公式到底差不多 只是說呢 它的那個規則 跟 這個Excel的公式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是09,然後後面 END 可是特別注意,VPA裡面的END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你變成要習慣 前後要加空白 大概就這樣而已 然後END什麼呢 END 電信業者裡面的資料 那之前是用F2 可是如果在那個VPA裡面 你必須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儲存格 怎麼去指向它呢 有點類似前面這個規則 叫什麼 Sales的I列的什麼 這邊是哪一檔 F 所以其實你就把它改成F就可以了 有沒有 09 11 有沒有 那當然如果你還不太 後面還沒打完沒關係啦 你就直接什麼 先RUN一下看看 有沒有 911 0也不見了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數字 數字裡面沒有0開的 所以要把0拿掉 那怎麼樣才會出現 很簡單 空一格 AND 空一格加一個什麼 減的符號 因為呢 裡面 減的符號不是數字 如果不是數字的話 它的0會幫你保留下來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911-的符號 然後後面呢 其實概念都一樣 在AND什麼 AND84前面要補0 可是問題來了 84前面怎麼補0呢 我們之前是用那個所謂的TEST函數 但是呢 在VBA裡面 它其實也有一個函數 用法跟TEST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它名稱改了 它不叫TEST 它叫FORMAT 我覺得叫FORMAT 好像比較 FORMAT FORMAT 就格式化的意思啦 OK 就是把那個TEST改成FORMAT 那後面規則都一樣喔 再來的話 它要兩個參數 一個參數是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那個儲存格是什麼 就這一個 那這個的話其實很簡單嘛 把這個什麼 複製過來來改比較好了 所以你看我用拖拉 加Ctrl鍵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G比較好了 有沒有 FORMAT刮弧 其實就是把TEST改成FORMAT 這個裡面的資料 84就過來了 然後逗點 之前是什麼 雙引號 0 0 0 後雙引號 後刮弧 這樣子 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其實跟那個TEST我覺得只有差在這個地方不一樣 其他地方都一樣 還有AND 前後有空白 應該可以理解啦 我覺得也不是什麼太特殊的 那再來的話你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0911 084 那後面呢 其實到底差不多嘛 把這一串有沒有 再到AND的前面這邊嘛 因為有個- 然後再到FORMAT這一串把它複製貼過來 貼到後面來 然後把什麼 把G改成什麼 改H 好 程式 寫完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把這邊 RUN一下 OK 執行 這個字 好像放太大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不然感覺好像那個 太長了 把它稍微再改成12 OK好 那這樣的話 再執行看看 所以剛剛的話 其實只是把什麼 把這邊的 這一段程式 貼到後面 把 G改成H 改完如果沒有錯的話 再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呢 結果 就會是我們要的 那 最大差別喔 有沒有 觀察一下 你把游標放在這上面 你會發現喔 裡面放的 就是什麼 電話號碼而已喔 就不會是那一長串的東西了 所以如果假設啦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 在這個底下 再增 增加一個按鈕好了 所以這個底下再增加一個什麼 門號好了 所以這個底下再拉一個 叫做門號 就是這個 剛剛這個是剛剛加的嘛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 然後再把這個貼過來 好 那就完成清楚 先攻勢 你會發現這個上面看到的就這一個 那 這個的話呢 看到的就是一個電話號碼 OK應該可以懂得 這個不一樣的差別吧 那 這兩種方法喔 使用的時期 都各式 你可以自己調配啦 只是 用 第一種 第一種方法的好處 就是說 反正你Excel 公式有了 你就可以直接 套VBA了 也就是你就不用去管說 你的那個 這個底下的這個 層次該怎麼寫 那下面這個的話 就變成你要轉 轉的話呢 可能喔 我們 剛剛會有個地方 像TESA 如何轉FORMAT 但有時候你可能不知道這個 如果你會轉 那可以 如果不會 那你要找 所以這個 第二種方法 可能會相對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不過這兩個方法都是蠻常遇到的這個兩個方法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 各位一下 所以記得喔 你可以把那個門號公式的那一段SARP 到EndSARP 複製貼到底下 然後把那個門號 那個後面 底線公司拿掉 那就試試看 最好是用理解的 我是覺得 反正 如果你理解的 你不用死背 說真的這些東西 不用特別去背 然後 以後工作如果遇到的話 你如果經常去使用它 我覺得這個很快你根本 不用特別去 記太多東西 你就可以很快可以上手 OK 請各位試試看